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希特勒视角 那么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 那么中国的首富 钟闪闪 农夫山泉遇到了麻烦 近日 湖北武汉的一个女子反映 其购买的农夫山泉 瓶装矿泉水里有大量的驱虫 10月20日当事人表示 她在两瓶水里都发现了 沉淀物和虫卵的情况 矿泉水均未开封 尚在保质期内 这瓶水是在10月14日发现的 刚开始以为是灰尘 经检查之后 发现瓶口并未开封 里边的杂质也疑似重卵 经我们后续检查 还有一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随后农夫山泉派出质卷人员进行检测 红星资本局获悉 10月21日 农夫山泉官方回复生 农夫山泉生产过程为连续生产 所有原水都经过严格的过滤杀菌 包装容器经过严格杀菌 生产过程绝不可能进入重卵 目前农夫山泉已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那么农夫山泉的半年报显示 2021年上半年农夫山泉实现营收151.75亿元 同比增长了31.4% 实现净利润40.13亿元 同比增长了40.1% 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59.9% 上升至60.9% 而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 农夫山泉的创始人中闪闪 以644亿美金 约合4115亿人民币的财富 重回了中国首富的位置 同时位列全球富豪榜第19名 那么这个事件呢 本身呢在网上吵的是沸沸扬扬 那么到底这个是农夫山泉本身的产品 出现了质量问题 还是这个湖北的妇女涉嫌敲诈勒索 现在莫中一事 在中国发生产品的质量问题 其实一点也不稀奇 那么在中国有消费者 去所谓的进行敲诈勒索 也屡见不鲜 那么在过往的这种经历当中 比如说去敲诈一些知名的企业 很多企业 特别是食品企业的一些个老板 可能为了稀释宁人 尤其的规模不是很大的 它太小了 没意义 你敲诈敲诈不了 它没有知名度 一般敲诈都选择比较中型以上的大公司 中大型的企业 又不可能太大 因为太大的公司 它有一套完整的机制 可以应对这些个所谓的敲诈行为 你像比如说麦当劳 肯德基 沃尔玛 他面对敲诈的时候 他有一套完整的这种显现机制 包括法务人员 他有一套完整的反显机制 而一些中型企业 他又有一定的知名度 同时呢 他又很担心自己的品牌形象遭到破坏 有时候会对这些个恶意的投诉者进行妥协 也给钱了事 叫做花钱消灾 那么农夫山泉本身来讲的话 他因为这个钟闪闪成为了首富 那么所谓的人怕猪 出名猪怕状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来如此 所有的这些个 所谓的这些个名人 特别是有钱人 往往最终的结局都是很悲惨的 特别在中国 他们经常说胡润的富豪榜 就是一个所谓的要被请去喝茶的榜 甚至于入入这个进监狱的榜 那么很多的中国的这些个富豪 都因为在上了胡润富豪榜之后都出了事 不管是原来的这些个富豪 还是曾经的 名造一时的包括了像这个黄光玉 等等等等 都是因为上了富豪榜而出了问题 所以呢 钟闪闪也是 这个人红是非多 出现这种情况 也并不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那么农夫山泉依靠报警这个事情来解决 和当初猛牛一例处理类似的问题的方法 应该是一致的 那么警方的借助调查 可能会对这个事情的结论有一个帮助 那么对农夫山泉的股价 相信影响不会太大 因为它是一个个案 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会它的股价产生影响 由于它的是小面积 由于农夫山泉又是一个民营企业 它是中国的又属于制造业 那么又和这个现在的主打 又能解决就业 所以本身又不产生什么巨大的污染 所以中共来讲 对它应该是采用一个保护的这种策略 所以这个湖北内子反映的这个情况 应该不至于对中山产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其实这件事情背后的逻辑 应该是说这些个企业 他们在面对着中国的这些民企业 在面对着有可能的恶意的这种敲诈的时候 他们也应该学习外企 有一套完整的反应机制 那么同时 如果真正的出现了质量问题的时候 中国的消费者呢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那么消邪本身也是属于中共的 他们去打击哪些企业 包括315去曝光哪些企业 或者说去保护哪些企业 它完全不是基于事实本身 而是听命于上方的一个策略 如果今天中共就是要采这个企业 那么不用讲消费者一定是消费者协会 一定会去保护这个消费者 而如果它本身是中共扶植的重点企业 那么你消费者出现在大的这种伤害 那么消邪也不会帮你 这其实也是现在中国的消费者 面临的一个困境 就是你求告无门 如果你确实的的确确就是一个 被这个消费权益受到侵害的 你投诉消邪可能没用 因为他们要查自己的名录 就是哪些是受到政府保护的 这是最大的一个悲哀所在 所以我想这个事件 只不过是沧海当中的一宿 那些真正的食品安全的问题 一直掩藏在地下 我经常讲我自己有深刻的感受 我不知道是空气的问题 还是水源的问题 还是食品安全的问题 虽然我自己吃的东西 我还是相对比较在意 因为本身的生活品质在国内 应该是属于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虽然不可能像中南海那些领导们能得到特供 但是基本上也是出入五星酒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我觉得吃的应该不是大问题 但是仍然每年都会得各种的病 但是出国以后呢 反而各种的病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这是食品的安全的问题 还是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真正解决中国食品安全的问题 其实才是真正的会造福于子孙万代的一件大事 那么这件事情的根本解决 可能才是有效的解决类似的 所谓的投诉问题 使它成为一个小概率事件 而并不是一有类似的事件 又把它上升到一个整个中国食品安全的一个大问题 来讨论的问题 因为比如像在欧美 像在这个发达国家 食品安全 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 它不是问题的问题 哪怕偶然出现这个事件 它也一定是个案 不会代表普遍性的问题 所以啊 希望各位有友 也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多多的注意 自己在中国 必须养旧自己成为一个化学专家 能够识别出来哪些是假冒的东西 这是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事情 好了 今天和各位有友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 请订阅转发点赞 谢谢